妹妹出国前让姐姐住进自家新房照顾父亲并委托姐姐保管房屋 不想姐姐却让父亲受尽委屈 妹妹气愤不已欲将姐姐一家撵出房子 这家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 妹妹该如何要回自己的房子 妹妹的愤怒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论语》里有句话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这一旦远游 思念家乡和家乡的亲人就是男姐的乡愁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33岁的小凤就是这样 出国工作期间一直牵挂着家里的老父亲 小凤出国后 70多岁的父亲跟着姐姐大凤同住 可近一个月小凤一旦提出和父亲视频 这姐姐就是推三组四 早借口阻拦 姐姐的态度让小凤非常的不安 这父亲由姐姐大凤照顾着 未必小凤有啥不放心的呢 这是因为啊 姐姐跟父亲一向不合 这一对亲姐妹 为什么跟父亲的关系差别这么大呢 原来呀 姐姐大凤一直抱怨父亲耽误了她的前途 这事儿还得从小凤年幼时说起 小凤不到三岁时 母亲就因病去世了 当时父亲常年在矿上干活 为了让年幼的小女儿有人照顾 她狠心让准备考高中的大女儿辍学了 父亲的这个决定 让小姐俩走向了各不相同的命运之路 妹妹小凤在父亲和姐姐的支持下 刻苦努力勤工俭学 一路读完大学 进了一家外去 一年多前被派遣到国外工作 她靠知识改变了命运 而姐姐大凤连高中都没上过 学历低 只能干体力活 到了婚嫁的年龄 大凤就跟公友大强结了婚 婚后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 姐姐和妹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生活苦力的大凤不停地抱怨 她的困境都是父亲一手造成的 长久以来都对父亲有怨言 多年来 赡养父亲的义务 一直是小凤主动承担着 自打他买了新房 就第一时间把父亲接过来同住 没想到天伦之乐享受了还不到一年 公司就派遣小凤出国工作 如果把年迈的父亲一个人留在这 偌大的新房里 小凤担心父亲孤独 一旦有什么问题 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思来想去 最好的选择还是让父亲跟姐姐一起住 在张小凤的心里 她一直担心姐姐心结未消 让父亲受气 所以姐姐越是不让张小凤跟父亲视频 张小凤就越担心 那么姐姐到底为什么阻拦张小凤跟父亲视频呢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发现 让张小凤找到了答案 这天小凤下班回来 想着国内正是岛上的时间段 父亲和姐姐应该都在家 就又播通了姐姐的视频 一听说小凤要见父亲 姐姐的神色立马不自然起来 知悟了半天 推说父亲出门了不在家 就在这时 小凤听到视频里传来几声咳嗽声 这不正是父亲的声音吗 姐姐为什么要欺瞒自己 面对小凤的追问 姐姐赶紧说 妹妹听错了 拿着手机就往卧室走 眼前的小凤从移动的视频中 发现墙角处放着一副拐杖 这拐杖是谁的 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凤不停地追问 情急之下的姐姐 只得说出了实情 父亲受伤了 拐杖是父亲的 姐姐大凤像挤牙膏一样 不情愿地解释道 妹妹出国不久 父亲执意 要回农村老家住 实在拐不过父亲 只得顺从他 没想到 回到老家就摔倒了 扭伤了腰 真是添了很多麻烦 姐姐抱怨的话音还未落 电话那头的小凤就急了 寒着眼泪问姐姐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说一声呢 你们要瞒我多久 听到妹妹的追问 大凤不耐烦地打断说 你在国外 告诉你有啥用 爸不是还得靠我和你姐夫 伺候吗 小凤缓和了语气 央求姐姐 让自己跟父亲视频一下 当小凤从视频里看到 日思夜想的父亲时 心里陡然一沉 只见躺在床上的父亲 表情木讷 脸色蜡黄 眯封着双眼 吃力地分辨着手机上的图像 小凤心疼急了 哭了喊一声 爸 听到小女儿熟悉的声音 父亲的眼眶里瞬间充满了泪水 她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呜呜地哭了起来 小凤还想和父亲说两句 姐姐大凤却匆匆地关了视频 既然姐姐和父亲的关系不好 那她为什么要同意照顾父亲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妹妹张小凤的委托 张小凤委托姐姐照顾的 除了父亲 还有自己的一套房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在接到公司外派的通知后 如何安置好父亲 变成了小凤 最头疼的问题 左右权衡 小凤想到了姐姐大凤 为了能让姐姐同意照顾父亲 小凤提出 让姐姐一家搬进她的新房子里 和父亲一起同住 小凤知道 在城里打工的姐姐和姐夫 带着孩子租住在城郊一套小房子里 居住条件十分紧张 如果用搬家和居这个理由 拜托姐姐照顾父亲 或许她能同意 果然 姐姐大凤听完妹妹的请求 就满口答应了 当地表示 一定会尽心照顾好父亲 平时是姐夫管家 姐姐在家听姐夫大强的 而姐夫心眼小爱多想 为了不让姐夫感觉 住大房子是小姨子的施舍 小凤故意对姐夫说 自己这一走就是两年 房子的物业水电等 都需要人帮忙打理 姐姐姐夫住在这里 相当于是给自己帮了大忙 为了让姐姐姐夫住得心安理得 小凤便主动提出 和姐姐签署一份 委托保管协议 在协议中 姐妹俩约定 在小凤出国的两年期间 委托姐姐大凤 全权管理房产的相关事宜 相关收益也有大凤收取 这份协议一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房子虽然还在妹妹名下 但姐姐却大全在握 有钱全权处分这套房子 在小凤善解人意的安排下 姐姐姐夫带着孩子 踏踏实实地搬进了小凤的新家 张小凤出国后不久 就发现了姐姐的异常 小凤每次提出想跟父亲通话 都被姐姐找各种理由拒绝了 张小凤放心不下 回国探望父亲 这才知道父亲受尽委屈 并搬回了老家 指着岳父的鼻子说 整天白吃白喝的 让人伺候也就算了 还胡乱往家里招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女婿对父亲 说出如此伤人的话 张小凤得知此事 又会如何解决 妹妹的愤怒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小凤出国后一直很惦意家里 由于父亲不会用智能手机 小凤就只能通过姐姐和父亲视频 看到他们相处的还算融洽 小凤心里也很高兴 可好景不长 逐渐地 姐姐在电话里 主动提起父亲的次数 越来越少 小凤的心渐渐悬了起来 她自我安慰地想 姐姐和父亲突然住到一起 难免不习惯 偶尔闹个小别扭 应该过短时间就好了 可几个月了 姐姐和父亲的关系 似乎越来越紧张 甚至小凤 每次提出想跟父亲通话 都被姐姐找各种理由拒绝了 好不容易从视频里见到了父亲 可父亲不但受伤 还哭得像个孩子 这让小凤更加担心了 父亲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呢 左思右想 小凤紧急地跟公司申请休假 一月后 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 小凤匆忙回国探亲 见到许旧为见了家人 小凤当然很激动 但她明显感觉 父亲和姐姐之间 是一种冷战状态 父亲情绪十分抑郁 似乎有难言之隐 这天 小凤的小外甥要开学了 姐姐和姐夫一起去送孩子 小凤终于有机会 单独陪父亲了 在小凤的追问下 父亲终于不情愿地说出了真相 原来 他是被大女儿和女婿给弃回老家的 并不是他任性自己回的老家 父亲的这句话 因此 父亲虽然说是搬离了老家 但生活很自在 小凤刚住国时 父亲和大女儿一家尚且相安无事 但这对父女毕竟疏离了多年 生活习惯多有不同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每天避免不了的是勺子碰锅盐 相处得日渐变扭起来 最让父亲受不了的是 女婿大强常常 给他脸色看 父亲告诉小凤 那段时间 大强工作不顺心 回家 总找茬发脾气 他在卧室里 常能听到大强 说妻子的声音 不是责怪大凤持家步行 就是抱怨他 没照顾好孩子 甚至连饭冷了 菜不合心意了 都要摔筷子耍脾气 每天看着大女儿 被女婿数落得是垂头丧气 父亲十分心疼 实在听不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故意在屋里咳嗽两声 起初 大强还有顾忌岳父的面子 但时间长了 大强越来越放肆 甚至转而指责岳父了 他说 不是你当年不让大凤上学 他怎么会这么没见识 每当大强这么说识 大凤就向父亲 投来了抱怨的目光 父亲心里明白 大女儿其实 也认为丈夫说得对 他还在怪父亲 耽误了他的好前程 为了不影响 女儿和女婿的关系 父亲选择忍气吞声 然而父亲的隐忍 并没有换来 女婿态度的转变 一件事情的发生 更是让父亲选择失望离开 回了老家 那么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个多月后 老家的亲戚来城里看病 联系着父亲 起初想在家里歇个脚 农村人来城里看个病 多不容易啊 父亲就欣然同意了 老家的亲戚来了 怎么能不招待一下呀 没想到 中午饭才吃了一半 已经上班的女婿 中途突然回来了 看到岳父七晚八叠的 款待农村的亲戚 又大为恼火 当着亲戚的面 指着岳父的鼻子说 整天白吃白喝的 让人伺候也就算了 还胡乱往家里招人 简直是为老不尊 眼看着亲戚夺门而去啊 父亲感觉颜面扫地 无言见父老乡亲了 当年 小凤杰父亲进城的时候 乡里乡亲 那叫一个羡慕呀 都说父亲命好 跟着闺女进城享福去了 实在没有想到 大女婿当着亲戚的面 给她这么大的难开 父亲觉得 小女儿在时 这里是自己的家 小女儿出国了 自己就成了 这个家的外人了 与其继续看女婿的脸色 听大女儿女婿天天吵架 还不如拾去地离开 被逼无奈 她只能选择回了农村老家 可没想到 在家里劈财时 不小心扭伤了腰 动弹不得 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让邻居通知了大女儿 父亲虽然日夜 牵挂想念小女儿 但她不愿让小女儿担心 当在视频里 听见小凤的声音时 她实在忍不住内心的委屈 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听完父亲的讲述 小凤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她原以为 让姐姐姐夫住进自己的大房子 能换来 他们对父亲的善待 全没想到 竟然让父亲有家难回 小凤知道争吵 只能让家庭关系更加恶化 她决定约姐姐好好谈谈 面对妹妹的推心致富 姐姐大凤却抱怨父亲 为了家庭的和睦 就不应该向妹妹告状 她却对自己和丈夫的错误 只字不提 这让小凤感觉十分的失望 可是尚且不能自理的父亲 离不开人的照顾 小凤只有半个月的假期 根本无法妥善安排父亲 情急之下 小凤当着姐夫的面 掏出了两万元现金 给了姐姐 她说再有半年就回国了 这钱就当是父亲 这段时间的生活费 看小凤拿出了钱 姐姐姐夫点头同意 继续照顾父亲 张小凤再次回来后 发现父亲又被弃回老家 父亲的卧室 竟然变成了储物间 张小凤气愤不已 让姐姐一家搬出自己的房子 不想竟遭到了拒绝 必须按照协议约定 向她支付两万元的保管费 那么这份保管协议效力如何 姐姐有权向张小凤 索要房子的保管费吗 妹妹的愤怒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终于为期两年的 住外工作结束了 小凤没有提前告诉姐姐 归心事件的她 下了飞机就直奔家门 一进门 小凤傻眼了 父亲的卧室不知什么时候 竟然变成了储物间 窗台上厚厚的灰尘 显示着父亲早就不在这儿住了 小凤疯了一样 给姐姐大凤打电话 在妹妹愤怒地追问下 大凤无法隐瞒 只得告诉妹妹 父亲又任性地自行班会 农村老家住了 这显然是大凤夫妻俩 故意重演 小凤气得眼泪直流 姐姐太不懂道理了 父亲当年 但凡还有别的办法 怎么能狠心让她辍学呢 姐姐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家 知道过日子的不容易 应该理解父亲才是啊 更何况 自己不但给姐姐提供了住宅 还负担了父亲全部的费用 无非是希望姐姐姐夫 对父亲好一点 可现在一家三口 住了她的房子 拿着她的钱 却任由年迈的父亲 回到条件艰苦的农村老家 不管不问 这哪是亲生女儿 能干得出来的事啊 愤怒至极的小凤 立即给姐姐打电话 要求她一家三口 立即搬走 谁知道呀 这道妹妹警告到大凤 却无动于衷 继续住在妹妹的房子里 拒不搬出 看着姐姐张大凤一家 赖着不走 张小凤只能另找住宅 无奈之下 张小凤将姐姐告上了法院 要求法院判令姐姐一家 尽早腾房 然而令张小凤没想到的是 姐姐竟然在法庭上提出了反诉 并拿出了当初与张小凤签署的那份 房屋委托保管协议 那么姐姐提出反诉的理由 是什么呢 由姐妹俩签署的房屋委托保管协议为证 现在妹妹小凤要求自己搬离 必须按照协议约定 向她支付两万元的保管费 这小凤出国前 确实曾经为了让姐姐姐夫 住得心安理得 与姐姐签订了一份 房屋委托保管协议 但她实在没想到 自己的亲姐姐 竟然利用她的善意 来索要保管费 那么基于这份协议 小凤是否应该向姐姐支付保管费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点 双务合同 双务合同对应的是单务合同 这里的务指的是义务 比如说在赠与合同中 赠与人承担着交付赠品的义务 却不享受任何权利 而受赠人呢 她享受着接受赠人的权利 却不用承担任何义务 像这种 一方只享受权利 不承担义务 而另一方只承担义务 不享受权利的合同 就叫做单务合同 而双务合同 就要求合同双方 都既享有权利 又承担义务 比如买卖合同 有偿保管合同等 都是双务合同 根据案件发生时 正在施行的合同法 第365条规定 保管合同 是保管人 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 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合同法第366条 第一款规定 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 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 民法典实施以后 以上两条法律规定 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么法案的合同 到底是不是一份 有偿保管合同呢 这首先就要看它 是否符合 双务合同的特征 法院审理师发现 在法案的合同条款中 并没有为姐姐大份 设定任何的保管义务 而仅赋予了姐姐一家人 居住和在此期间 处置房产 并获得收益的权利 显然 这份姐姐只享受权利 不用履行义务的合同 不符合双务合同的特征 法案中的房屋委托保管协议 虽然有保管这两个字 却不是法律义战的保管合同 姐姐也就无权据此要求妹妹 支付保管费 鉴于保管协议两年期限已过 最终 法院判决支持原告小凤的诉讼请求 宪令被告大凤家一周内颁礼 驳回了被告大凤 主张支付两万元保管费的反诉请求 这法院的判决一出 姐姐大凤心里 别提是多么懊恼了 一家三口 只能灰溜溜地 搬回了城郊的小房子里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不适 案件虽然有了结果 但家庭的隔阂 却有可能因为这场官司 雪上加霜 小凤心里清楚 父亲毕生的遗憾 就是当年被生活所迫 不得已让大女儿辍学 小凤不愿意让父亲 带着遗憾生活 更不愿意姐妹俩 因为一场诉讼而形同陌路 姐姐搬家时 小凤情真意气地告诉姐姐 父亲一直都记得 大女儿最爱吃的菜 每到除夕 年年都亲自下厨 却年年都等不到 大女儿回来 这手心手背 都是肉 姐姐妹妹都记挂在 老父亲的心坎上 姐姐大凤 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眼圈却红了 观众朋友们 本案的家庭风波 实际是很多家庭的缩影 在生活的重压下 上一辈人或许做过一些 不得已不明智的决定 也许因此影响了 下一辈的人生 但我们是否要永远 带着隔阂生活呢 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小凤的成功 不仅仅因为 她获得了深造的机会 还在于 她懂得珍惜和感恩 感恩父亲的养育之恩 感恩姐姐所做出的牺牲 从而倍加努力 而姐姐大凤的平庸 也绝不仅仅因为 她中途辍学 还在于她以此为借口 怨天尤人 拒绝改变 其实啊 真正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 不是上一辈人的 某一个抉择 而是我们如何看待 曾经的不公 并且为之付出 什么样的努力 也只有放下芥蒂 向前看 我们才能收获一段 更温馨的关系 和更有意义的人生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下期再见 可孩子的一次意外受伤 让女人成了被告 男人帮助落难好友 不想好友未还高利贷 竟打起了男人的主意 好心帮助他人 却反被恩将仇报 两起案件的当事人 该如何面对这种状况 被辜负的朋友 下期播出